中央政府开始陆续配发地方莫德纳疫苗 提供医疗人员来施打 不过曾经是记者出身的台中市长卢秀燕 就忍不住喊话 希望中央弹性防疫 将工作上可能与确诊者接触的行业 包含媒体、殡葬业、交通业 像是计程车或是公车司机等行业 纳入优先施打对象当中 让疫情不至于密集接触者感染而扩大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多数民众宅在家抗疫 但还是有许多事物跟讯息传递 需要地线人员 相对也暴露在染疫风险之下 曾是记者出身的台中市长卢秀燕 也忍不住喊话 希望中央弹性防疫 在这个疫苗分配上 对于一线有风险的 这些行业要优先考虑 我们希望为民起命 希望中央考虑到这些职业的特殊性 当然还很多大家及时广应 可是我们认为应该要稍微弹性一点 卢市长表示 疫苗施打优先顺序 是一中央指挥中心规划 但他希望为民起命 包含冰葬 媒体 交通 保全 易销 易锦 易交等许多接触人群的高风险行业 希望中央考量职业的特殊性 将其列为优先施打对象 让防疫更有弹性 我想防疫的话应该弹性一点 也不要死板板 有几个重要的行业 非常的重要 第一个 殡葬业 像我们殡葬业 因为它要处理 这个后事 面临很大的风险 所以这个行业不能崩掉 所以殡葬业的人员 第二个 媒体业 我们看到这两天 已经有两个一线的记者 他们因为确诊 死亡 那另外呢 还有这个主播的记者 一家人都在确诊 在居家隔离当中 所以媒体业 因为他要采访 要维护社会的传达讯息 所以面临很大的风险 卢市长也说明 不少县市传出有人插队 或位列优先顺序者 也强打疫苗 台中市前几批疫苗处理 在相关同仁 与市民朋友的配合下 都井然有序 也会持续按照中央规定 办理疫苗接种 记得张伟林台中采访报道